EG Garden就是賣很多台灣的食品 都是素食的 像這個張規麵線 然後這邊有蛋圈 蛋圈 然後還有素的豆干 老瓜 然後牛奶糖 小泡芙 還有酸梅湯 然後蘋果西打 可樂果 九層塔口味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今天來到這個神秘的地方 我們來第一次來阿姆 兩個一起來阿姆 不是第一次 就是我們這一趟 EG來這邊的時候 第一次兩個一起來 那是什麼有這個動機讓你 這麼久沒來 然後又想要一起來這邊 因為今天有這個 台河四百年的活動 喔 台河四百年耶 台河四百年的活動 天啊 台灣荷蘭真的是 欸 看一下這是誰 撇付 欸 看一下這是誰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合體 趕快按讚訂閱一下好不好 詞 chords sixteen immeat 今天來那個台河四百年的活動 因為台灣跟荷蘭真的是太多年纍 我今天在風頭上 荷蘭正 正紅 你知道我的新聞嗎 哪一個新聞 荷蘭國會通過 反正是彼此中國 真的 真的喔 這樣做就尷尬 所以他就是挺台灣的對不對 對 挺台灣 非常厲害 我們可以拍照 YA 還有400年耶 400年的活動 哇 今天一整天都有活動 所以這邊有一些 吃吃喝喝的也有表演 讓你思鄉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結一下巷蟲 然後還有一些文化活動 有人就很期待 生奶跟車輪餅 對啊 你去哪裡吃車輪餅 吃不到吧 珍奶啊 吃一個在地台灣口味珍奶 你多久沒喝就真的 在地台灣珍奶啊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好啊 走走走 我們就去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去探險一下 這個展覽有很多當地人會來看 對對對 這邊是check in櫃檯 嗨 你好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後面會有街角 就今天的一些活動 這邊走廊都是免費的 如果要參加這邊一些活動 我們就會要購票 但是中間也會有一些表演 對 大家也參考 如果看看有需要幫忙再跟我們說 好好好 一可做紀念 好 謝謝 那為什麼會叫這個 Weeve 這是我們跟荷蘭的投票機 四百 當然會掉這個喔 好問題 我們現在在台河四百里的活動的現場 主持人還有策展的人都在現場這樣子 我們就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活動好不好 哈囉我是Max 哈囉我是Crystal 很高興大家可以來到台河四百的活動 為什麼叫Weeve呢 因為我們在西拉雅人西拉雅族人他們的編織的方法裡面 看到一些跟中國的織法系統很不一樣的十字織法 那我們相信這應該是 很可能是由荷蘭人所教他們 那其實西拉人在文字還有租稅系統上面也是荷蘭引進過來的 所以我們想要是由這個概念來致敬 就是台河四百年的這樣的活動 因為從我們四百年前 台灣就已經步入國際的社會 然後跟外國人有所交流 四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兩國還是非常的熱弱的友好 沒錯沒錯 暴力王 沒錯沒錯 還有文化和藝術 這次很多台灣跟荷蘭的藝術家互相所做 那你們從這個策展開始 是多久之前開始規劃的 你們從去年底開始有這個想法 沒有像我們跟代表叔 還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我們都知道2020就是台河四百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說你們又辦一些活動 對真的 就說好辦 那辦活動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資金 對 所以我們就請到了文化部的光點計畫 他是我們最大的贊助商 贊助者 那文化部他贊助我們 但是這件事情大概到二三月的時候 才跟我們說恭喜你拿到了 然後我說很敢 很敢很敢 所以我們大概是半年前開始才真正開爆 真的開始動作 對我們才開始跳起來說 我們開始要找節目 我們開始要找人 要找錢 要找藝術家 真的很不簡單 是是是 太厲害了 因為我知道其實台灣也有類似 就是在台南 沒錯 辦台河四百年 沒錯沒錯 很多 因為我們本身也是台南人 所以說 看到網路上有這個台河四百年活動 他們一定要來啊 當然啊 對啊 然後四百年前 荷蘭人到台灣 然後開始有一些經濟貿易 賣東西 我們到今天還是維持這樣的夥伴關係 沒錯 然後你看這麼一個特別的活動 我們就一定要來參加一下 歡迎歡迎 所以這是台河四百年的活動 這是第一次辦的嗎 沒錯 這是我們應該說 Chemper Chemper之前有辦過很多的 小型的音樂會 大概從三十人到一百人 但是這是我們第一次擴大舉辦 然後邀請各個不同的音樂的藝術家 來辦成一日藝術節的形式 所以今天其實也是一個藝術節 沒錯 沒錯 我們是We are Festival 我們是用藝術來致敬整個四百年的這樣子 哇 這樣更有意義耶 沒錯 意義更深遠 真的真的 想要特別強調今天活動一些主題 其實這一次的很多藝術的 不管是展覽或是表演或是演講 其實我們都邀請來自台灣荷蘭的藝術家 那其實就是希望這是一個舞台 讓他們可以交流 所以像表演藝術的話 我們有荷蘭的藝術家 術琴家他是運河音樂節大獎的得主Yost 他就跟台灣旅河的大力琴家聖群 他們兩就合作在這邊演出一些新的作品 那同時這個組合 將在年年二月三月到國家音樂店演奏 喔 所以我們這邊算是搶先看耶 沒錯有世界首映的作品 喔 不簡單耶 對 然後還有 我們有邀請到 Lord of Formosa 就是福爾摩莎之王的作者 Joyce 他在這邊講他的小說作品 那這個福爾摩莎之王其實講的就是國姓爺的故事 因為他自己是荷蘭人 所以他就寫這一段40年間 荷蘭人到台灣 接著又被驅逐的這個故事 我今天來之前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我覺得還蠻有趣 歷史脈絡有很多相關的那些背景 當初荷蘭人為什麼來到台灣 還有後面發生很多事情 等一下我在路上有空再跟你們哥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看一本書叫做海上傭兵 海上傭兵 對你去查 他介紹的就是鄭志龍故事 鄭志龍的故事更精彩 因為他其實是周旋於中日和 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的一個 一道非道一關非關這樣子的人物 就是一個海盜來著 對他就是一個海盜 可是大家都想把他收編為官 對因為他不希望他變成一個到處亂串 然後不算控制 可是事實上也沒有人可以控制他 是是是非常有趣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歷史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對所以其實這三四十年間發生很多事情 沒錯很有趣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位 翻譯家也是南人 他是Sylvia 他翻譯很多中文的文學 對那今天他的演講主題就是 Poetry in Motion 他介紹台灣的詩人跟詩集 哦 翻譯的時候其實從Mandarin跟Dutch 是非常不同的語言 對 但是他因為他有很深的國學涵養 所以他其實也注意到說 台灣的詩詞有音律有音韻 對 所以他也盡量在翻譯的時候 在荷蘭文也呈現相同的效果 所以荷蘭文本來沒有這樣的音韻 應該說你如果直接意思翻過來 你不會表演到這些事情 對 他還是希望可以展現台灣文學之美 還有這個聲韻之美 哇真的真的很厲害 對所以他今天下午也會在那邊演講 好哦好哦 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應該是來不及 但是明年會還會有類似的活動 希望可以明年舉辦 每年啊週年 希望啊 對因為這個分店蠻耗心耗損的 我希望可以就是 我們這次舉辦之後 有許多人對這個文化的這樣子的主題 有興趣 加入我們 follow我們 那如果就是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的話 對 無論是台灣人還是荷蘭人 都可以舉辦這樣的活動 人家有人有錢有好多次 對真的真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很好 因為一開始像我就比較膚淺 就是直來吃東西 對 但是其實我講真的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你真的在查這些相關資料的時候 發現其實有很多像台灣跟荷蘭在文化上面有交流 沒錯 這個歷史故事很多啊 有時候你自己去查的時候 就只是看到一個角而已 小角 沒有辦法看到一個全面 然後我們的教科書 常常在描述的時候 又非常的簡短 或者是非常的在某一個 史觀去描述整件事情 那這樣其實很可惜 所以我為大家都去了解 對 所以這種文化交流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 挖可以多來看看 希望明年還可以再看它 希望希望 我也希望明年可以繼續舉辦 好 那我們就謝謝Max 謝謝 Edge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是什麼 Edge Garden耶 全部都是素食 而且是台灣人 老闆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有賣什麼 今天有賣 全部都是台灣的零食啊 有耶 然後全部素食的零食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 細再看一下 前面這是一組嗎 對 這個是台灣傳統冬瓜茶跟素的雞排 那我先來一組 好 沒問題 對 好想吃喔 Edge Garden就是賣很多 台灣的食品 都是素食的 像這個 三龜麵線 然後這邊有蛋捲 蛋捲 然後還有素的豆干 老瓜 然後牛奶糖 小泡芙 還有酸梅湯 然後蘋果西打 蘋果西打 可樂果 九層塔口味 這邊是有實體店面的 老闆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嗎 我叫Tony 其實這個Veggarden這個素食超市 是我老婆開始的 這她要開的店 好好吃喔 對對對 主要就是希望更多人吃素食 好 那我說你可以訪問真正的老闆 我們剛剛跟這個Tony啊 聊到一半 她是不是太忙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幫她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說Veggarden 她有一個實體店面 歡迎大家去她們實體店逛逛看看 等一下我們 我們在等我們的素雞排跟冬瓜茶 因為我不能再跟她多聊 因為再多聊 我們就拿不到我們那一組 很怕她賣完耶 來幾周 對 來幾周 你看一直人潮 若意不絕 對 若意不絕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幾周直接吃給大家看 好 謝謝 開吃一下 冬瓜茶嗎 這冬瓜茶好喝耶 好喝喔 好喝 好喝 冬瓜味很濃耶 嗯 真正的冬瓜茶 台灣味的冬瓜茶 印封冬瓜茶 這好像有想到 小時候便當裡面要出現 一袋的冬瓜茶 這是年代久遠 沒有辦法哪一種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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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吃耶 它咬下去那個胡椒的香氣 然後鹹鹹的 真的很像在台灣吃雞排 欸 會一口接一口耶 欸 它這個纖維 你看一下 一絲一絲的 讓你覺得好像真的在咬 喔 真的很像 外面有酥嗎 外面酥的 炸的酥酥脆脆的 喔 好像很厲害耶 我要吃 這個會一口接一口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要喝價耶 那裡面有點胡椒 對啊 我就跟你講那個胡椒味啊 胡椒味 然後味道蠻重 但又不會很重型 很台灣味的那種 很香的那種 雞排的味道 對啊 外面好像有點像麵包屑那種 酥酥的口感 啊 然後咬下去胡椒 然後那鹹會出軟 然後加上那個口感 欸 做起來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只要有機會 來到VG Garden 一定要頂一口來吃看看 我們現在來一個 Gence Bean 你看到中面空空 不是他沒賣的東西 是賣光的 賣光 我們想說來這邊看有沒有素食的東西 欸 聽說 也是有一些素食是可以吃的 如果是在大陸店裡面去看 對 我們現在店裡一菜單上來講 我們有 大概兩三個是 食素食 泡菜嗎 有泡菜 有泡菜 然後還有 大阪燒口味 大阪燒口味 大阪燒上面我們會放 海魚片 對 可以把它移掉 可以把它移掉 了解 還有一個頂香叫 大阪燒口味 就是 有放番茄 然後放 老婆 酪梨 酪梨 然後上面會加一些芝麻醬 喔 這才是很好吃欸 對啊 很厲害 原本這攤應該是有賣真奶 就全部都沒有了 只要你買真奶 其實我們 掰掰 一兩個小時就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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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現在很多人都到 店 就是 大家在這邊 這邊這樣走過去 對 沒有珍奶嗎 對 現在我不敢合理 因為一個 一兩百個人都 真的去了別的 所以我覺得 了解了解 應該趕快去 喝一杯 這間店蠻有名的 好像很久以前 就是一直有新聞 上新聞吧 是的 未來有機會 會再開發更多素食的產品 目前我們是 我會再跟我們的老闆 然後會增加 我們菜單比較多元 因為我自己也是素食 所以 我自己也希望 就是能夠多一點素食的感覺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店長 謝謝 希望以後可以到地點 然後直接去吃到更多好素食 對啊 地點是沒問題 好 謝謝 我們來到Jansby的本店了 我看外面人那麼多 排隊 大家都來這裡 哈囉 人不夠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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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所以你接著我做不得訪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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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有賺朋友真的是 真是賺到了 賺到了 太好了太好了 這是珍奶耶 趕快試喝一下 真是比,好珍奶啊 這珍奶真的不錯耶 它這個珍奶 因為我有聽那個店長說 它是用牛奶,鮮奶先弄的 我會覺得牛奶好像跟我預期中沒有什麼 該不會是早餐店的呢 喝起來就像早餐店 天啊,那我要喝 是早餐店的那種 是你喜歡那種早餐店的 弄奶的味道 是不是,有沒有 日本不就是捲舌一起來 好好喝 好好喝 好喝 好喝 而且珍珠好Q喔 然後還有這個 它可能用蜜餐吧 好 對它 素食掛包 來看一下,這個看 哇 掛包耶 這是,感覺是杏鮑菇耶 炸杏鮑菇耶 看起來很好吃耶 啊,有香菜 趕快把它吃掉 它看起來蠻充風盛的耶 對啊 試吃一下素食掛包 感覺就很好吃耶 它這個黃色是什麼醬 它黃色醬有點像芥末 芥末 芥末醬 它杏鮑菇 好吃 新鮮 嫩 可以喝醬 但是我是比較希望有照燒口味的 你想要吃傳統的 對 我想要吃傳統的 補的那種 不過這個不錯啦 你可以吃到這個東西 來吃這個蛋餅喔 蔬菜口味的蛋餅 裡面有很多蔬菜 番茄 番茄 蔬菜 很想吃蛋餅 然後來吃一下 我們還特地沒有吃早餐 我們也沒吃中餐 結果現在時間已經4點了 再吃今天的早餐跟中餐 蛋餅看起來豐盛很豐厚 喔 真的耶 有一秒回到台灣嗎 我跟你講 它酥酥的 然後裡面 其實它有點像蔥油餅的感覺 裡面油油的 很有飽足感的感覺 又香喔 欸 真的很香 然後它的醬油 是我喜歡的那種台式醬 台式風味 然後搭配蔥抓餅 那種脆皮 脆魚蛋餅的口感 好吃啊耶 那跟你自己買蔥抓餅來煎 不一樣 它這個比較油 比較滋潤 比較好吃 那我下次油倒多一點 好 可以去看看 我們自己煎好像會乾乾的 它可能很油啊 這樣才好吃 對啊 有油才好吃 來買車輪餅 車輪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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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補貨了 我們的紅豆餅 這個都是素食可以用 對 我們就帶來吃 那所以它裡面基本上像泡菜 或者是菠菜這個 對 都不會有蟲蒜在裡面 沒有 這是紅豆的 紅豆的 然後這是泡菜 泡菜的 我們要來感染一下文化的氣質 增加一些文化的底韻 結果走回來 結果人家收攤了 就已經關了 手打 外面已經打烊 這邊要收攤了 怎麼辦 太早收攤了 糟糕 我們真的跟文化無緣 對啊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一些文化的小故事 你說你做功課的東西 對啊 我做了功課 那我們現在吃這個車輪餅 先來吃一個鹼的 這是泡菜的 紅紅的有沒有 紅紅的 嗯 喔 它泡菜這個鹹甜鹹甜喔 它是說馬鈴薯吧 泡菜馬鈴薯 這個是有馬鈴薯嗎 它泡菜這樣吃起來不會很辣 你可以知道泡菜脆脆的口感 然後不會很辣 微辣 然後搭配這個甜甜的麵 這樣吃下去 鹹甜鹹甜 禮拜託 另外一個口味是 紅豆 紅豆餅 喔 這是紅豆 紅豆泥 紅豆泥 我想起來 它這個吃起來口感 餅皮是起來口感 也要有點像 車輪餅跟 銅鑼燒之間 的那個口感 所以吃到這個紅豆泥 我就印象就想起來了 那味道就是 跟你吃銅鑼燒有點像 所以有點像銅鑼燒感 銅鑼燒的口感 好吃嗎 好吃 欸它裡面有卡士達醬 你每次點紅豆餅 都要一個紅豆一個奶油 小孩才做選擇 我一次給你兩個 你看 所以它裡面也有卡士達醬 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乾 這樣很搭欸 對啊 嗯 今天好像很忙碌欸 我覺得一整天 一直遇到 比我想像中還要 遇到很多熱情的 朋友 然後還有粉絲 還有同事 同事 然後還有 開始就遇到崩潰棒了 趕快訂閱一下 對 還有很多在這邊打拚的 台灣人 對啊 很多 很親切 很親切感 有那種回到家鄉的感覺 台灣的感覺 我覺得這也是 這次 想說臨時起應來參加台河400年活動 在阿姆斯特丹飯這個活動 就是想要有點家的感覺 那你知道 呃 台河400年 這個活動 欸 為什麼是400年嗎 為什麼是400年 因為今年是2024 那請問你 那400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 啊 400年 你為什麼要把我這個 好啦 就是1624年開始 1624年 哎呀 現在就是2024嗎 真的是400年 對啊 真的是400年 所以1624年是什麼 什麼樣的事情 發生了 1624年那個時候 荷蘭人啊 他到台灣 蓋了一個叫什麼 熱蘭遮城 熱蘭遮城 為什麼叫熱蘭遮城 因為 他的荷蘭文就叫 Vila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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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是在這邊蓋了一個 在安平那邊蓋了一個古堡 就叫 熱蘭遮城 當初 荷蘭人 他們其實在更早之前 他原本是要在 澎湖那邊 設立距離 他要做生意 就是 荷蘭的東 貿易嗎 東印度公司 他們開船到 亞洲東東亞東南亞那邊 找到一個貿易的機會 他這個經濟模式就是 在台灣 把一些物資 像鹿皮 糖 賣到日本 然後收取白銀 然後買到白銀之後呢 去大陸 買絲綢 因為歐洲這邊很喜歡絲綢 大陸的絲綢 他們歐洲很喜歡 他們就把絲綢 賣到歐洲來 賺取黃金 就是他的一些經濟的 所以先跟日本交易 然後再把賺到的錢 再去買東西 再賣回歐洲 對 就是一個循環 貿易循環鏈 有一個交易模式 對 他的交易模式是這樣 所以他一開始看的點 是在澎湖這個地方 他在澎湖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是明朝的時候 明朝說澎湖這時候 我都沒有 你來我都沒有做行李 不要啦 你說大陸叫他不要在那裡 對 明朝叫他說不要 我都沒有做行李 你去我都沒有做行李 對 就跑到了 你去外面啊 外面的地方還是台灣啊 大園 大園 台灣 台灣 大園 你可以看到一些文獻上面 荷蘭的一些文獻上面 也是寫大園 他的園是哪個園 園外的園 你腦子就是想 誰現在會用園外啊 這是園宮 園宮的園 然後他就去大園那邊 就是台灣現在安平的這個地方 在那邊帶著熱冷遮層 然後還有刺牌 都是在那個時間點 建立的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台灣 台河四百年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就從經濟貿易開始 那其實你現在回想 從那四百年前到現在 以前是因為經濟模式開始 那時候賣的是 出口陸皮 出口糖對不對 陸皮喔 陸皮啊 那時候有賣陸 對啊 那今天呢 今天還是耶 現在是出口半島皮啊 現在跟歐洲這邊喔 台積的半島體啊 所以現在也是 荷蘭目前也是 跟台灣算是很大的 很大的貿易夥伴啊 對啊對啊 小哥哥好像要收椅子 我們轉一下陣地 因為剛剛裡面在拆場 一直聽到 開開開開 然後小哥哥一定要收到那裡 收椅子了 剛剛講到那個 文化交流的部分啊 其實最早開始啊 在蓋那個安平築堡的時候 你有去過安平築堡嗎 好像有 你好像沒有 我小時候的一些文化資訊 歷史文化事就去過 導遊的老師就在講說 那個有一個段緣殘環的城牆 他是怎麼蓋的 當時沒有混凝土 然後當時的荷蘭人就教 教大家怎麼用 現有的材料來蓋那個房子 蓋那個城牆 他就用什麼 當時可以取得的東西 海邊用什麼 蚵仔有沒有 他就把蚵仔燒成灰 蚵仔的蚵殼 蚵仔的蚵殼 不是把蚵仔 蚵仔是吃掉的 是把蚵殼 蚵仔的那個外殼 對 他就把蚵殼燒成灰 但是燒成灰 他沒辦法當 還是沒辦法當成灰火 因為他不會黏 他用什麼 糯米汁 糯米糧 糯米糧對不對 他就增加那個黏稠性 他還有加一個 一個台南人的 密密武器 什麼 台南人吃什麼吃最多 糖喔 對 那種什麼糯米橋 那種 對對類似 類似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人家都叫它 蚵仔 我怎麼這樣叫蚵仔 因為蚵仔會改 所以紅毛就是 對啊 蚵仔的 那種荷蘭人過來 那種蚵仔的 為什麼 我現在看到都不是蚵仔 你看 一開始的文化交易 就從那時候開始 然後這個詞 一直生死我們文化到現在 我們當然還是叫水民族 叫阿門 文化交流 從那時候開始 從阿門跑這些 還有 我們是不是說來這邊 荷蘭是尋根之旅嗎 尋根之旅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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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也是荷蘭人 引進台灣的 啊我對啊 還有一個是 咖哩 咖哩 蕭隆 蕭隆就是咖哩喔 對蕭隆就是咖哩 當初荷蘭人 他一開始到大園海 安平這個地方 開始建築一些城牆 然後蓋房子啊 那就是找這住進的一些 當地的原住民 那時候是 希拉雅社的族 有幾個族群 像蕭隆社 他就找蕭隆社 送禮物給他們 然後請他們 欸你可以帶我去哪邊 砍樹啊 砍竹子啊去 希拉雅是 希拉雅是台灣平埔族 的一個族群 所以你說荷蘭人就會 送禮物給他們 然後叫他們帶上去 幹嘛幹嘛這樣 對對對 就帶他跟他那個 廣東亞嘛 所以就從蕭隆 從那時候開始 蕭隆 蕭隆是咖哩那個區域 所以我可能有套到這裡 你就是有套到 那來人的鞋頭 對吧 請根之旅 請根之旅啊 你也有套到 因為我剛才 我剛才也都 那附近 對 也是在這裡 對啊那個是 熱點啊 熱點喔 所以 為什麼要挑那裡 因為在地 所以在地 對啊 因為在那邊在地方便 然後雖然 荷蘭人在那邊 待了時間只有38年 對 然後後來就被 鄭成功 趕走 因為我們以前的歷史 就是說 鄭成功收復台灣 趕走荷蘭人 然後我們以前的歷史課本 就是講的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實際上我們去查一些史料 大家可以在上網看一下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鄭成功他是 當時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抱負 他就是要反親父 所以他要反親父母 然後就是要借助台灣的資源 來協助他出境的父親 所以他那時候就把荷蘭人弄走 所以他也不是想要幫助台灣什麼 他也只是想要台灣資源 我覺得大家都是有目的的 因為他最終目的是想要反親父母 以當時的環境 台灣就是泡外之地 只是說荷蘭人有看到說 剛剛有提到說 原本是要在澎湖那個地方設聚點 確實他們有設聚點 但是後來又一些因素 他們又被泥草的政府趕出來 然後往台灣走 不然台灣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不是那麼友善的點 是因為他離大陸比較遠一點 第二個是那個 他買絲綢不方便 對他比較遠 第二個是他那個 港口不是那麼深 所以不適合大的船隻進出 因為台江內海是比較容易淤積的 安全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 他還是在台灣建立了一些制度 一些很好的制度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做貿易 反正他做了有聲有色 所以就能從他看到這個點 然後發現 那我可以利用這個資源來做這件事情 後來你是有引進一些 那時候就引進很多 涼母、甩子、熟悉 我愛吃了誰 就剛好是你愛吃了 對啊 就是他那時候引進的 所以我們也是 從400年前就有這樣的交流開始 到現在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帶大家來參觀一下台河400 在荷蘭阿姆斯丹這些辦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不錯啊 就這樣的交流 你感謝主辦單位今天就是辦了這樣子的 對啊讓很多 不管是荷蘭人或台灣人都 有更深層的一個了解雙方的一些文化背景 嗯 然後我覺得 來這邊吃吃喝喝看的話 還不錯 對啊就希望 明年 還有機會 或是每年都會有這個活動 對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Pars燈 的話 的話 我看策子